在当假日夫妻的第六年 我们决定买下这栋老屋 结束分隔两地的日子 展开一家四口新生活 我先生是位律师 期望事务所与住宅合并 透添醋成为首选 当初一看到这栋五十年老房 这深深被吸引 前租客经营小吃店所留下的厚重油屋 盖不住它的美 小时候常见的魔狮子地 像有毛玻璃的老木窗 现在看来格外难得 这里一共三层楼 我们保留原本格局 仅在房子中间开了天井 解决纵深深度造成的昏暗 当阳光洒下 更能展现老屋全貌 一楼是律师事务所 目前正在筹备中 走上二楼才是生活的开始 我们全家都住着老灵魂 客餐厅摆上先生外婆的嫁妆 她说小时候都在这张圆桌围炉 她想分享那段时光 而女儿钟爱这座老衣柜 她喜欢打开门 闻它飘出的整整块木箱 我应接触过古迹修复 喜欢那樸实中带有故事的老件 房子旧有的奶油灯年久失修 我们保留并细细整理它们 让家中每处都带着以前生活的痕迹 二楼后方的和室是原有的 小朋友很喜欢在这里玩耍 装上头荧幕 也是先生看棒球的地方 我们从和室底下清出好多宝贝 古董花瓶还有碗盘都拿来日常使用 尽管马赛克琉璃台的宽度 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烹饪习惯 我仍以迷人的老瓷砖舍不得拆除 便将它作为简易料理区 三楼隔间使用的是OSB板材 它丰富的纹理 呼应家中元素的总和 楼梯两侧分别是女儿和儿子的房间 我们公平采用对称设计 有着一样的墙面与加质 两扇相邻的木窗 让风雨光流通外 也形成孩子俩独有的互动方式 其实我们想过的生活很简单 想与孩子系数以前那平凡直谱的日常 早期强见老件慢慢在消失 我们期望在整理老屋的同时 能留下一点什么 回忆起一些什么 我会继续做什么 来 说一些什么 回忆起来 还有平凡直谱的幸福